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的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日公布了 其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最新安排 即2024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分三步走 整个任务将耗资280亿美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将这一登月计划 列为优先发展事项 美国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邓斯廷表示 如果国会在圣诞节前批准第一笔 32亿美元的拨款 我们仍有望在2024年实现登月 今年4月份美国航天局宣布 已经与蓝色起源公司 动力系统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这三家太空公司签订了价值 9.67亿美元的合同 设计载人着陆系统 其中一家公司研制出的着陆系统 会在2024年将第一位女性 和一位男性宇航员送到月球表面 第一次飞行 阿尔特密斯一任务 将在2021年11月开展 这是一次无人飞行 目前正处于测试阶段的 新型巨型火箭 太空发射系统 将首次同猎户座飞船一起升空 随后2023年 阿尔特密斯二将携带 宇航员绕月飞行 但不会在月球上着陆 最终2024年 阿尔特密斯三将与1969年升空的 阿波罗11号一样在月球上着陆 只不过其停留时间更长 为期一周 而且还将进行两到五次的舱外活动 当地时间13号 美国航天局与澳大利亚 加拿大 意大利 日本 卢森堡 阿联酋和英国七个国家的航天机构 签署了阿尔特密斯协议 这些国家将参与美国的新登月计划 阿尔特密斯计划 据报道 该协议概述了未来探索月球 及其他领域的行为 当地时间的14号 布里登斯廷还宣布 与14家美国公司建立伙伴关系 为其登月计划开发新技术 布里登斯廷说 美国航天局将促进私营领域 和国际伙伴参与人类历史上 在月球表面最大最广泛 最多样和包容的联合研究和探索